那麼氣象局預估待會兒在晚上八點半的時候 就會發布路景了 你先在中心點的位置可以看到 米塔颱風現在是在台北東南方 大約是780到790公里處 持續的往西北方向前進 它的速度可以說是越來越快 而且各位觀眾要特別留意了 現在是個輕度颱風 不過當它越來越靠近台灣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會變成中度颱風了 那麼現在很明顯可以看到這路徑 它的颱風眼是不會觸入 但是中央氣象局也特別提到了 明天星期一的一整天 以及星期二的上半天 會是整個暴風圈最靠近台灣的時刻 好屆時整個東半部地區 東北角以及北部地區 中部以北等等全部都是首當其衝的 尤其與勢來說會是相當的劇烈 好哪些地方我們大家來特別看到 接下來這個圖很明顯可以看到 颱風的中部以北地區 全部都是首當其衝的 尤其震風要特別留意了 屆時當台灣越來越靠近台灣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個東半部地區 以及東部北海的沿海地區 全部呢 這個這強震風很有可能來到7級以上 尤其到了星期一下半天的時候 很有可能甚至是來到8級甚至9級 所以呼籲民眾呢 千萬不要靠近海邊了 那麼這是以震風的來說 如果是以雨勢的話可以看到這個圖 好雖然少了一些些 不過我們帶大家來看 首當其衝主要呢就是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宜蘭市等等這邊幾乎都是紅色 甚至是來到紫色 因為屆時呢 當整個暴風圈靠近台灣的時候呢 星期一跟星期二上半天 累積雨量很有可能是會來到 豪雨等級了 所以一定要特別提醒民眾 尤其中部以北地區的朋友們 一定要做好防台準備了 那麼我們從衛星銀圖帶大家來看 現在整個颱風的結構 可以說是越來越明顯了 而且呢它是不斷的增強 暴風半徑呢很有可能也會擴增到 180公里左右 那麼其實現在來看 它是不會觸入但是問題來了 接下來這幾個小時 當它越來越靠近台灣的時候 會不會再往西稍微偏一些些呢 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呢如果高壓減弱的幅度 是稍微比較慢一些些的話 它就會迫使颱風稍微再往西收 如果往西收很有可能 就會登陸台灣 屆時帶來的影響會是更劇烈的 所以要特別留意 不過呢還是有變數 所以有在觀察 但是無論如何它的暴風半徑 以及它的整個暴風圈 當越來越靠近台灣的時候呢 最嚴重的地方再跟大家呼籲一下 就是明天星期一的一整天 跟星期二的上半天 好 最後一張圖趕快帶大家來看 累積雨量 從現在這時間點到明天凌晨的時候呢 主要呢可以看到東北角地區呢 明顯已經是有些雨勢了 不過呢在明天白天的時候呢 主要是宜蘭地區呢 尤其山區雨勢呢也是會比較明顯 但是注意了 從明天白天一路到晚上 很明顯早上8點到晚上8點的 首當其中就是宜蘭 以及台北 新北地區等等呢 累積雨量很有可能 都是會來到豪雨等級 所以在這邊最後要特別呼籲大家 颱風真的是來勢洶洶 千萬不能掉以輕心